现在讲一下金工坡的使用 金工坡主要有两副品属成的 一个是电机 一个是水箱 这个水箱需要加水 加水的位置需要加到水箱的4分3处 加上水之后 开始接电 这个是电机的机线盒 需要把这个机线盒打开 开始接线 接线只接三根火线 这边有标识 U1、V1、W1 选这个线的时候 需要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 7.5相反电机 选3根4平方的线就可以 如果11千万连接呢 就选翻跟对朋友那些 接好线之后 叫真功棒跟机器连接 把真功棒跟机器连接 然后通电 通电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是 电机的正转 这是电机旋转的方向 也必须得保证电机正转 如果是电机反转的情况下 需要把那个两根火线把它调换位置 在那个电盒里提换位置 启动一下 现在电机呢开始工作 电光棒开始工作 从这里能看出风扇的更换板板 好可以了慢点